时光荏苒 娱乐圈的风云变幻莫测 曾经的偶像小生逐渐成熟 新生代力量也在不断涌现 他们既能在电影 正剧中展现精湛演技 也能轻松驾驭古偶 仙侠 献偶等题材 甚至在综艺节目和粉丝经营方面也游刃有余 2024年内宇最受欢迎男明星 肖战 任嘉伦 谭剑刺 王一博 龚俊 罗云熙 成一等 快来看看有你喜欢的男演员上榜吗 第十名 邓维 上榜作品《长相思》 涂山景 邓维因饰演涂山景出圈 一跃成为95生新晋流量小生 爱撒娇的小狐狸 暖心贴心舒心 自带俗感 男友感又爆棚 成功地将角色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九名 罗云熙 上榜作品《长月静明》 谭台静 这部剧重新定义了仙侠剧 是可以很宏伟辉煌的 复杂多变的性格交织成不一样的魔神 罗云熙也轻松驾驭 极具张力的角色 现在就是太瘦了 看着营养不良的样子 他最帅是润玉十七 简直惊为天人 脸颊是线条流畅有肉的 偏若惊鸿 希望帅哥多吃点 尽快胖回来 第八名 王鹤蒂 上榜作品《苍蓝爵》 东方青苍 东方青苍算是近几年仙侠剧最成功的男主 之一 让王鹤蒂从被群嘲的小胡胡 直接飞升九五后流量声 这部剧的装造 堪称近几年仙侠剧的Top 也成功重新带火霸总K人设 第七名 诚意 上榜作品《莲花楼里莲花》 这位出道十余年始终默默无闻的演员 终于在2020年 凭借仙侠剧《流离》和陈湘如蟹走红 2023年 古装武侠探案剧《莲花楼》的热播 更是将他的人气推向新的高峰 这部剧应该是诚意寄予私奉后第二个大出圈的角色了 不管是从剧的口碑热度以及角色吸粉能力 破圈和常委程度来看 最厉害的就是《莲花楼》李莲花这个角色 简直是美强惨的天花板 吐血直接吐出了新高度 诚意在《莲花楼》播出后 演艺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社交媒体粉丝数量激增 商业代言分支踏来 代播剧《胡摇小红娘王全篇》 深浅以及武侠剧《赴山海》都备受期待 相信诚意未来可期 第六名 龚俊 上榜作品《安乐传》 韩夜 龚俊真的很适合古装的 刷到一些《安乐传》的片段 总算再次让我感觉到他长得还挺帅的 主要是山河令之后他的作品都不好看 直到韩夜的出现 只能说 建议龚俊多拍古装 再练练演技台词 第五名 任嘉伦 上榜作品《周生如故》 周生辰 任嘉伦2017年 凭借大唐荣耀中广评王毅奖声明确起 荣获文荣奖最佳男主角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他选择公开已婚生子的消息 一度令事业陷入停滞 2019年 他与谭松运合作的锦衣之下 再度掀起收拾狂潮 之后的周生如故 与君初相识 更是奠定了他在古装剧领域的顶流地位 任嘉伦的经历告诉我们 实力和观众缘 才是演员在娱乐圈立足的根本 每次有新剧播出 总有人说 周生如故 这部剧从颜值到演技 都是任嘉伦的巅峰 是因为他把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太完美 太精彩 太深入人心了 让观众对他念念不忘 第四名 谭剑刺 上榜作品《长相思相留》 这位出道多年的实力派演员 终于在2023年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先是凭借网剧《劣罪图鉴》收获关注 随后加盟湖南卫视王牌综艺 你好 星期六 凭借出色的歌舞实力和幽默风趣的性格圈粉无数 2023年 古装剧《长相思》中香柳一角 更是让他人气爆棚 商业价值水涨船高 谭剑刺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多年来默默耕耘 后继勃发的结果 谭剑刺演的香柳和防风贝 真的是一个用演技征服了我的男演员 《长相思》开播前 因为他的身高不太满意 《长相思》开播之后 香柳扮相这么帅的吗 演技台词也是一流 腰而不腻 很多细节演绎的思思入控 让人心疼 第二季香柳战死的高光烈点 更是喜提热搜 唯一遗憾就是 如果他身高能在高点就好了 第三名 王一博 上榜作品由斐谢云 人气超高的王一博拿下第三名 王一博当年以男团Unique 在中国及韩国出道 精湛舞技让不少粉丝津津乐道 这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在街舞、唱歌、演戏等多个领域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16年加入湖南卫视王牌综艺天天向上 2018年在现象级选秀节目创造101中担任导师 都为他积累了大量人气 2019年 仙霞剧陈情令的爆红 让他一跃成为顶流男星 后又与赵丽颖合作有肥 这部剧里造型是很难得的少年气小公子加独特的古风扮相一套比一套好看 而且他作为一个舞者 动作的潇洒流利非常帅气 虽然这部剧开播后被很多观众吐槽得有点惨 但小编个人还是感觉 王一博好像也没评论的演技那么差 并没有面无表情 王一博独特的气质 他像刚刚出生的暖羊 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 他在娱乐圈是属于多才多艺的艺人 他不仅擅长歌唱和舞蹈 演技也相当出色 今年热播的谍战剧《追风者》也非常出彩 在剧中饰演魏若来一角 也让他圈粉无数 他特别是在舞台上的表现总是活力四射和青春飞扬 在台下又不失成熟稳重 冷酷不苟言笑的大帅哥 整个气质独特让人不得不喜欢 第二名 魏大勋 上榜作品《我的人间烟火》 孟彦辰 虽然不是主角 但每一个片段都做到有效出演 这部剧的热播 主要是靠杨杨和王楚然两人被网友群槽出圈 与之相反的是魏大勋却以嘴硬心软 深情克制的霸走形象 火爆全网出圈 后期甚至带动聚集全平台热度 谢喜B站 连上18个热门 播放量200万家的二创视频 微信指数断层破2亿 热门话题明星榜更是冲到了Top1 出道15年科班出身的他 终于尝到了爆红滋味 成为2023年当之无愧的天降紫薇星 第一名 肖战 上榜作品《玉谷遥》 食言 这位从设计师跨界成为演员的点流男星 肖战曾参加过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 从男团X9少年团出道 与王一博一样 因演出陈情令而大红大子 发行的单曲光点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数位单曲 以2548万的销量创下发行24小时内销售最快的世界纪录 在陈情令之后 肖战又演出《庆余年》 《斗罗大陆》 《余生》 《请多指教》等剧 人气可以说是一起绝尘 在各大排行榜中都是冠军 而去年的《玉谷遥》更是大爆 当初看这部剧 完全就是冲着肖战颜值看的 食言好鲜 清风季月一般 无论从颜值 以太方面都是古偶仙侠剧男主的天花板 宛若犹龙 偏若惊鸿 真的帅 说真的 肖战最让人着迷的是他的微笑 他一笑 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今年肖战也是作为唯一一位内渔明星 入选世界十大最美面孔 肖战脸型流畅 眼睛秀美 尤其是笑起来唇形弧度配上弯弯的笑颜 古偶美男的称号实至名归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长相俊秀而独特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眉目清秀 眼神深邃而富有情感 鼻梁高挺 整体面部轮廓立体而富有层次感 笑容阳光 有着邻家男孩的亲切感 在工作时 有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和魅力 期待他接下来的藏海传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得显景致 相信肖战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相当的不得 看不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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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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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伍底下